大家好,我是Wild Radio,好消息影评,今天谈谈科街特技狂人 IMDB给到7.4%,Rotted Tomato烂番茄影评人给到89% 普通观众未有分数,因为美国要5月3日上画 所以香港算有福了,4月尾就上画 我都会给到7.5分,整体来说 如果你的故事,只差一个剧本可以给到8分 甚至当初的特技可以9分,很精彩 当初只看的名字,就会觉得你就是特技 强行再加一些爱情线,就骗一些观众钱 但电影的编写也很不错,画面的掌握也很好 很快感情线又令我投入了,不需要有一些含情密密的桥段 很快就能入戏,感情线是有说服力的 还有动作文气的平衡也很好 故事的峰回路转位,我觉得是欺负到好处 我都觉得有两三个位,我是猜不到的 如果真的对比阿佳露的时候,有些师兄会觉得阿佳露为了反转而反转 我会接受阿佳露的推动 但如果相对E-Guy of the Fall Guy,可能就令得更自然 而且更加欣赏的地方是什么呢? 起码是型男美女 就算你不当她是100%型男美女也好,也好看 比阿佳露的男主角还可以吃肥包 你自己看会明白我说什么 可能你未必同意,Ryan Gosling,Emily Blunt 是100%型男美女 但起码他们的气质和外形也好看 我想这里没人反对吧? 所以只看排场,The Fall Guy也比阿佳露 看回《Fall Guy》的资料,我开始以为 《Fall Guy》应该是独树一格,原创电影 其实也算是 但只不过在81-86年的时候 美国电视剧的一套叫The Fall Guy 背景就是荷里活特技人Volt Severs 他晚上就化身了 像一个警惡情奸的英雄 有些像Batman 又或者他变成了Bounty Hunter 即是掌金猎人 用他的特技人的训练 插控罪暴坏人 其实这个设定 某程度,在新电影里 他也有少少重叠 当然了 旧那部电视剧集 纯粹是一个Action Adventure 是动作冒险故事 现在是动作加爱情喜剧 是由他的新元素 也是一个Reboot 又或者半Reboot 也Reboot可以的 我先讲一些赚位 最后我先解释 为何我给不到满分呢 纯粹是7.5度 首先赚的里面 刚才也说了 爱情线很快令我投入 那个爱情戏 就不需要有很多陷情默默的桥段 需要这些 我最怕这些 所以只爱情片 我就一定不会看 除非是我老婆叫我去看 第一套就是 我的父母亲 真是 撑不住 除了我的父母亲 有Titanic 但我喜欢 詹斯金马伦 所以Titanic 也没那么大抗拒 但如果你只爱情片 我是撑不住 但现在这套有动作 你说爱情的时候 就一定有文气 有对话 但The Four Guys 他的文气 爱情线都结合了笑料 也结合了整个剧情发展 所以我觉得文气不会悶 和文气动作平衡不错 当然了 动作飞车 爆炸 打斗 这些是有的了 但他不会完全是连续不断 他怎么会是间断的时候 有些文气的时候 我觉得卡拉卡拉的比例 是合意的 我起码不会悶 而且亲身入戏院看的时候 当中的特技 不是为特技而特技 他那个故事 我觉得是编写得挺好的 那么男主角 Ryan Gosling 飾演这个科街 就是一个 荷里活顶级的Stunman 而Emily Blunt 就是当中慢慢 有一个普通的 Camera Woman 逐步逐步去拍他第一套的大电影 做一个大度 这个编写里面 是很精彩的 有很多的互动 有很多的笑位 挺好 当你知道这个设定的时候 大度 加大特技人 你就会觉得有故事 有画面 有背景 就绝对不是 纯粹是观人刺激 我以前也说过 如果你只是靠观人刺激 其实这套戏是悶的 但你现在观人刺激 加有好故事 有好爱情线 真的相得益彰 还有它有丰富的图像 象征符号 例如是太空牛仔 和外星人 在戏中 有几幕都不断呈现 我觉得是处理得合当 打电话 里面都有这个影子 怎样做到的呢 你可以自己入场看 另一个赞的位置 很多师兄都说过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金曲 战底做background music 其中有一个唱K的一幕 就是Phil Collins 的Against all odds 的Against all odds 精彩是什么呢 以前我老爸播黑膠碟 不停播的 你没听过 就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我们那时候播 其中有一首就是 Phil Collins 是个古王 那样的 慢慢在台上走上古堂 这些一大段路 但就有很多 Good old days 就会这样想起 Phil Collins 他的独特的电音和桑指 是很吸引的 他没有美貌 他不是英俊 身材又不高 身形又像阿叔 但他的声音是一时无量的 我现在再听回 再看回 觉得这首 Against all odds Phil Collins 的金曲 和电影 互相辉昏 互相昇华 这么多年后 我再听到 都会觉得是很好的金曲 还有 我真是dap真一点的歌词 以前小孩不懂的 就是这样听 很过瘾 很过瘾 大家人大了 再听回 再配合一套电影的 剧情发展 完美 有时有一套电影 可不可以昇华 都看他选不选到一首金曲 举个例子 但愿人长久 我觉得里面 他没有用到邓丽君 没有金曲 就输了 你说填词L 填词L那首歌 那又昇华了 所以有时电影有金曲 是很重要的 Fall Guy 不断有用到八九十年代的金曲 刚才有提到 Dill Collins 这个金曲 Against all odds 就非常之好 尤其是我们这一种 八九十年代 看着荷里活动 撮变大的人 就是入场看一定中的 因为所有的特技 飞车追逐 爆炸打斗 等等 其实就是伴随我们成长 所以是会有共鸣的 有回忆的 就不是说 只看特技特技 真是有画面有故事 不过你就不要问我 这个特技是配合哪一部电影 说真的就不知道 你记得吗 但是就是那些 经典的荷里活动作 差不多在这部电影里 全部都呈现了 即是他没有呈现到 十乘十都有九乘九 除了金曲 其实还有很多电影的金曲 里面都靠一些对话 换味十足 他有换到 譬如Rocky 最后的摩根战士 Fast and Furious 第一集 对第一集 Fast and Furious 那时候我就买DVD 所以他突然间有些金具 除了突然间有 pop up text 看看你懂不懂 记不记得 好像有少少少平衡宇宙 明明在看一部电影 咦又突然间被他考我 我觉得挺有趣的 不错 那他讲完的电影 都看过 都有记得 都有印象 没有fail 没有不合格 那你看看自己进去 记不记得 这个金具台词 还有些赞位是什么呢 其实大电影上画的时候 修正了trailer 一些问题 其实我自己觉得trailer 有时候引起那些笑位 挺尴尬的 什么Sexy Bacon 这些动作 很无谓 因为很多电影都做过 或者觉得很好笑 我不觉得 然后 Ice Crime Yes Ice Crime 但是自己在里面 他就财短了 又或者他有前问 后理的时候 又通顺了 所以我觉得 trailer 是有少少倒迷 但是进去看的时候 完全是另一回事 又加分的 那还有什么 要赚呢 就是当中他的真实元素 喂大哥 你说你不是 荷里活动作片吗 有什么真实元素 真实元素 就是原来做特技人 是很危险的 他用特技人的视点 视角 举个例子 是钓在高空的时候 十多楼 一跌下去 当然你有钓在里面 但是他是从一个 雀鳥的视点 高空视点 由一个特技人的角度 哇 你那一刻看下地 你不摸底 很害怕的 就像高台跳水 你时常看着人家 高台跳下去 但是你当然是用高台跳水 那个人的视点 看下去的时候 那一刻都摸一摸 如果你真的切身处地 如果你是那个位 你站在那里 你怕不怕? 一定会害怕 而且是危险的 他拍得出来 我一会再说 原来导演 他自己做过特技人 难怪他拍到那种味道 和辛酸 其实根本就是 特技人血泪屎 这部片 不过呢 就加上爱情线 加上一个好剧本的时候 玩味 而且看得爽 很过瘾 除了说到特技人的辛酸事 拍的里面其实是危险 最惨的是你危险 你拍完 你成功推到一部电影 到高峰的时候 奥斯卡有没有颁奖给你? 奥斯卡有没有一个奖 就是最佳特技人奖? 最佳看身奖? 没有啊 我觉得他在这个位置抽得应 我觉得真的抽得应 真的啊 我觉得是愚梦初醒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最佳功夫明星奖? 这些要有的 就是这么多的动作片 这么多的特技片 我们看得这么过瘾 飞车追逐 荷里活一定有的 但是竟然 这帮劳虎功高的特技组人员 最佳特技演员 都是没有奖的时候 我都不奇 对啊 叮 所以我就说 它有一个真实元素 一部好电影 有画面有故事就是这样的 原来导演自己是特技人 现在又拍到特技人的辛酸 还有什么真实元素呢? Deep Fake 什么叫Deep Fake 正常呢 你有听过应该明白的 纯粹是你的臉上加点点 其实随时可以替换你的样子 现在连电话的APP都能做到这样的 立即换面 如果你看过周润发开 有人将它变成树蜡 也行 水蜡 其实现在是无处不在的 Deep Fake 非常真实 亦是第一次玩到大文 玩到那么尽 AGT都有的 谢谢你 very much 借猫王花生 另一个真实元素就是女大盗 刚才说了 Emily Blunt 里面 她是第一次执道 终于是荣星的大盗 拍大电影了 这个画面也真实的 因为呢 有时诚压蜂人败压蜂人 比如说 蜘蛛夫人 那样的女导演 第一次执道 拍到整个屎 她根本就不懂英雄电影 她又硬用一个女权的角度 去拍英雄电影 她拍到很厉害 但又反过来 The First Omen 她又是第一次执道的女导演 但她又拍得很好 那我定位 定位 又拍到 所以 有时女导演 第一次执道 是好是坏 都不知道 有很多因素 那这里是Emily Blunt 她的背景飾演 就是第一次执道的大导演 好电影就是这样 你真实元素的时候 就会引人入星 继续看 当中我都说 在电影里面 打破了一个建历史记录架 就是 你飞车 反车 反几多东西 八圈半 很夸张 那八圈半的里面 你真的看到一个特技人在里面 哇 好像洗衣机那样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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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有安全带完全 就安全 如果你目前 doğ coating 你就像这个镑保座 看下来 你很堅强 Walts 对吧 所以有时突技人 真的不明英雄 你不知道谁拍的 但瘦苦的也是他的 就是随时一筛捉成 千古恨 ¿ 你简单的 你专时断首断脚 你专时就终身残废 甚至死亡 比如说有点 automatic accounts 你抓了 穿着 但是完全都是灵意外的 李國豪也是,應該是被人玩的 你怎會特劇組入子彈入真子彈 李國豪就這樣死了 總是意外就是意外,意料之外 你飛車一定是能飛到對面 街頭上追逐的時候,不會炒車 雖然是一套動作喜劇愛情片 但他都很真實把特技人的辛酸、危險、血淚屎拍出來 無形都向一班無名英雄致敬 有一套電影是說外星人的LOOP 裡面也有一點點的位置 譬如馬匹訓練員,動物純獸師 電影裡面很多時候要用到真動物的時候 就需要這些訓練員純獸師 荷里活有沒有給他們獎?沒有 LOOP 電影中裡面也說了 第一個騎馬黑人特技人 荷里活有沒有紀念過他們?沒有 我又不是說要完全黑人化 不可以Netflix,什麼都黑人 但有時候我覺得 有些要贊,要肯定的位置 就要有 現在很難得這套電影裡面 都是型男美女,也都是白人 我不知道有一天會不會大家玩膠 左膠橋段 不可以再有白人 有白人都不可以英俊、英俊 幸好這次都OK,看得順眼 那已經要加分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會7.5-8分 最後要稱讚的是一種演員 其實我覺得他用Rion Gosling 我覺得是用得非常好 那現在是當紅炸子雞 其實當初我對他沒有什麼好感 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應該就是Blade Runner 有時候都不太認得他 這個人有木頭、木頭、墨水 他認識一個新化人殺手 叫刀鋒戰士Blade Runner 舊那套和新的那套的設定 其中一個是相同的 就是有些人做人暴走的時候 需要有Blade Runner去追捕他們 故事這樣展開 那LALA LAN表情豐富一點 跟Emma Stone影后 Emma Stone拿了影后 她還未是影帝 但我相信她遲早有一天都拿了影帝 她的表情、表達是入戲的 但她又不會過火位 她可以有少少不溫不火的演技 我越來越欣賞她 去到Barbie裡面的Ken 搞笑也可以 他做殺手也可以 做傻佬也可以 所以她的氣路都很闊 跳舞LALALA LAN也可以 我越來越欣賞她 還有看回一些帖子 其實她也很好的住家男人 她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起碼現在這一刻沒有負面新聞 也很難得 而且她也很保護自己的家庭 工作家庭分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Ryan Gosling 我越來越欣賞她 第二就是女主角 Emily Blunt 說真的 我不覺得她漂亮 我認識她 就是Devil Wears Prada Devil Wears Prada 我當然喜歡貓女 然後Emily Blunt 飾演Mirenda 那個秘書 那時候我會覺得她 其貌不讓 她一搭貓女的時候 就是Ann Hathaway 我覺得更加襯台Annie 樣子又漂亮 身體又好 我純粹覺得是一個陳陀 來的 我不是太留意她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她是Emily Blunt 有些電影 也會有她 慢慢開始留意她 譬如說 Sicario 她升級FBI的Agent 那裡有個人的 但網上已經說了FBI 中了大毒梟的服 我覺得她也好看 她扮警察也很像 就是之前秘書 警察 警察 由Edge of Tomorrow 裡面的女軍官 湯谷老師說 我們差任何東西 還沒試 湯谷老師 她一夜就做了 湯谷老師 我又覺得 OK 她的氣路很闊 可塑性很高 而且她也能給予我們 就算你不要看她 現在已經有熟慮 電影裡面她穿貼新衣服 那個Shape of Water 都很棒 維持到 不錯 第三個我要說的演員 我講到這裡停了 再講一下 講不完 第三個我喜歡 就是Kick Ass裡面的 Aaron Taylor Johnson Kick Ass其實我很喜歡 這部電影 一來我喜歡英雄 二來我喜歡 你把英雄真實化的時候 去面對什麼問題 透過Kick Ass裡面的主角 即是Taylor Johnson 她是完全掩活到的 當作一個傻子被人打到飛起 到他Bullet Train的時候 做一個殺人不斬眼的殺手 嘩 又是OK的 就是做傻子 做殺手 都沒問題 當然她的事業去到更高層次 就是Avengers Age of Ultron 她飾演 Quicksilver 但沒什麼作為 而且死鬼埋 跑出了的反而是Scarlet Witch 不過不要緊 接下來她就做新007 嘩 即是前途無可限量 大把機會 長拍長有 鬼叫她有帥仔 身體又漂亮 怎麼練得 好看 在戲裡面 我也覺得她有另一個發揮不錯 挺好 你可以入場看看 跟她以前的戲路有些不同 好了最後 說到導演 導演叫David M. Light 我也是這樣讀的 剛才說了 David是曾經是特技人 難怪他拍到特技人的辛酸 其實John Wick第一套 他也有co-direct 但Credit 頭銜 也沒給到他 之後也有幾套電影 Deadpool 2 2018 是他主席 撿到的 我覺得是OK的 Deadpool 2 都不過不失 然後2022年 Buna Train 也有他份 所以為什麼他會起用到 Taylor Johnson 也有解釋到的 原來大家都合作過 一卵咀說完 這部電影 7.5-8分 不過 我都要戴頭盔 有時候 都要人夾人 氣夾氣 如果你根本不喜歡 經典的荷里活動作片 你不喜歡 飛車追逐 你不喜歡槍戰 諸如此類 你不會喜歡看這部電影 就像我那些 我喜歡看激情動作的時候 就很喜歡看 那為什麼我給不到滿分呢 就是其實 飛車追逐 或者 你的槍林彈雨 有時候是未必需要的 但是 荷里活電影 就時刻加插這些 飛車追逐 槍林彈雨 怎樣都要有的 還有 他唯一 應該 一向荷里活有的藏氣 他又沒有了 我期望 給你一些東西看看 沒有 其實是好事來的 因為一向荷里活 每次都是007 那些 是不是都加藏氣 是這樣的 那些元素 有飛車追逐 有槍戰 有藏氣 有槍戰 有藏氣 但是 有一點反轉 我記得是挺特別的 他偏不讓你看 我又不是因為這樣扣分 我反而是 槍林彈雨 我覺得有點過了火 不過沒所謂 你始終進去看 就是看動作 看激情 現在動作有激情 OK 只不過 需要這麼多槍戰 就是 另一個戲夾戲 就是 我看的時候很不幸 我前面有 一家三口的人道人 有時候 武品的觀眾 是跟種族年齡沒有關係 年輕的武品觀眾 我見過 中坑 老坑 武品的觀眾 現在到另一個種族 OK 問題是什麼呢 你帶個年輕人入場 六至七歲 他說不明白 我不明白 這套戲不是給小孩子看的 當然不明白 然後我媽媽不斷跟他解話 又開電話給他看 神經病 我已經輸了他三次 我將他一次 然後最後都中前說他 喂 收聲沒有 我做小孩的時候 都不斷問媽媽 我那時小時候 爸爸媽媽帶我去看007金手指 我記得 我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是007 有些東西都不明白的 但是好看就可以了 收聲 我都不會問家人 不適合看的鏡頭藏氣 我媽媽遮了我的眼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怎麼會這麼吵冤吧 豈有此理 所以我覺得 沒辦法 有時候扣分位 都是觀眾問題 吹醬 好心不要帶小孩進去 不適合小孩看的 愛情線去不明白 如果你喜歡上我的影片 請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 先別再說 我怎麼會再說 這一道 我怎麼會這麼多 再說下來 都把我們還在完儲 你什麼地方 你怎麼會進去 坐到了 感谢观看